这一大国就是传说中的齐天大圣啊 算萌嘛 吃橡胶吗 悟空一看这两人没把自己放眼 立马气得镇天怒 直接将两人镇到了十万八千老百 然而女人不仅没有受伤 反而学会了悟空的心境 随着女人怒吼出声 威力居然比悟空高出板 就连沙僧和八戒也被吹到了对面的山城 人们妖魔之王 我刚清了清嗓子 就把你吓得腿软了 还不叫主人 你要乖乖听话哦 否则三法四号 看着悟空不服气的样子 他一脚把红孩儿踢了出去 让他给悟空点灵色起来 八戒剑罩掏出钉帕 直接甩出去一块巨石 红孩儿对此丝毫不怕 不少就将巨石逼成碎帕 就在他幸灾乐祸的时候 潜伏在水底上 当场就动成了钉帕 悟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一脚将钉踢成了碎扎扎 看着暴走 女人终于放出了大招 召唤出了如来 虽然是个山寨的冒牌 战力那也是相当的强 悟空这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